這次說甚麼?說婚姻,對嗎 對,師傅 你四個很緊張,我就不太緊張 拍拖和結婚是兩回事 結婚後就很不同 每分之百兩回事 我眼見很多同居十年 簽一張紙一轉就分開了 很可憐 有些人會否是… 同居很久,感情一般 結婚後好很多都會這樣 生了小朋友通常都會… 機會就小很多 生了小朋友就有些機會 為甚麼… 要合力照顧 不,她可能應命 但為何同居很久,簽一簽就分手 為甚麼 因為同居時互相容忍 容忍其實就… 不用簽,直接分手就行了 女人覺得不值得 同居十年,你不跟她結婚 你就花了十年時間 通常男人可能不夠狠心 簽就簽,簽就已經不成功 其實婚姻現在也挺無保障 我覺得現在也一樣 怎樣才知道那段婚姻 一定不會離婚呢 不一定沒有 會否是不要拍那麼久拖 我也說也叫別人不要拍拖 對 即是怎樣 一來到結婚… 不用結婚了 五蚊… 我見了很多… 拍得太久多,很多時候都結局不太好 所以師傅,你覺得我們結婚前 是否也不應該先同居呢 也不知道 對,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對,但有些人說應該先同居 因為你嘗試一起生活 看看大家的生活習慣 對,這個也有這個道理 你先嘗試了 所以每個人都不能說 所以你的答案也對… 我就說,誰叫你求婚 那就是你老公來的 有些人說是否合格 我說合甚麼,是說時機 結婚後有人出現 那就是你老公 好人是你老公,不好也是你老公 因為你不結婚,你怎知道很不好 沒有,我經常叫別人嘗試就算 那你有否認識別人 是一生被很多人求婚 很多次婚的 我沒有聽過 我知道求婚或訂婚 十個、九個半都沒有好結果 我有朋友就是 求求女朋友跟她訂婚 別人先敷衍著你 要求婚手 師傅,我最近有個朋友更慘 他跟女朋友求婚 但隔了兩個月後就分手了 有否看到那個人甚麼時候結婚 或者會否有機會離婚 離婚是這二、三十年前流行的… 不,二、三十年內流行的東西 我們那個年代沒有離婚 即是結就一輩子了 結就一輩子了 長生接手 為何現在有離婚 因為八字的或言,男、女不同 一百多萬個變化 十年前、二十年前、五十年前、一百年前 都是那一百萬個變化 為何以前沒有離婚,現在有離婚 就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以前的年代,她有兒子的命 有婚夫的命,有黑夫的命 那黑夫就容易死老公,對嗎 是 婚夫,原來她可能是平妻 做妾侍 不是,她有平妻的 一個人有幾個老婆 有正妻、有平妻 古代有這麼多這種角色,對嗎 現在沒有這種角色 就離婚吧 就離婚吧 那些人經常說 這裡有多少條線 有多少段婚姻,是真的嗎 那是錯的 錯的 記住,婚姻線是感情的記號 有多少段重的感情 男人至這個位置 大約是1至70 女人當作1至60 如果重線在中間就大約… 女人是30,男人35 如果在最長的線結婚 就代表在最重的感情結婚 如果在短線結婚後面有長線 代表結婚後有機會再有重的感情 所以記住,這是感情的記號 不好意思,我想問我們有多少手 這就是男左女右 男左女右 看左手 如果我有三段的姻緣 會否就是… 老公是我第二段 會否有機會我離婚 或者會遇到第二個 有機會 一條婚姻線 或者兩條平衡的婚姻線 就是代表一段姻緣 看到有一個開叉嗎 對 拍得到嗎 即是結婚姻線 代表婚後國居二地 或者意見不合 婚後國居二地? 如果說是一條線,一條婚姻 那每個人都會有幾段婚姻 很多婚姻 現在的人是這樣的,師傅 對 婚姻是說簽字,不是說感情 人們以為婚姻線是看婚姻 我現在告訴你 婚姻是看感情,不是看婚姻 只是看感情而已 我們看看觀眾的獎項 好… 這位說蘇師傅是女性 1981年8月25日 一個時間出生 有師傅說他要到40多歲 才會跟老公生離死別 是否真的 通常這些我都不相信 記住,算命是算的 只是趨勢而已 趨勢… 第二,為什麼我剛才說 古道沒有離婚,現在有離婚 因為我們看八字有夫妻公雙蔥 夫妻公雙蔥或大運雙蔥 其實有離婚機會 但古道沒有離婚 雙蔥可能是吵架 或者疾病 所以夫妻公雙蔥是吵架 分手或少見面疾病 不一定看得到生離死別 既然他問過 我們就請他八字看看吧 好… 他的八字是屬木 月是木 甲月是木 丙丁是火 木幾是土 庚身是金 任貴是水 丁是火 是 身是金 原來女人 金黑木為米 黑我者為夫 她這個是金 這個是金 這個是金 第一個是處女 代表25歲前容易有姻緣 第二個是25至27歲容易有姻緣 代表稍早結婚 這位跟這位打架 連月相迎 代表容易自小離家 比較混亂 30歲前認識誰都覺得不合格 即使有問題 是30歲前的問題 還有時辰,時辰還是合格 時辰是看子女和夫妻的感情 所以兒女感情不錯,夫妻感情不錯 她45歲就開始行20年木運 她八字秋天出生,都是要木火 我們看看離婚是否怎樣看 有否黑夫 有否夫妻公相聰 這個害 如果跟夫妻的事 一是自害雙聰 一個是身害雙村 一個是害害自刑 遇到這三個字 才代表容易婚姻有問題 他一個是害者在這位置 現在人字人同害是合格無偶 某同害是合格的 除非當他某有衝到 他要衝夫妻都是55至65的事 45至55 這10年完全沒有事 不僅沒有事 還是夫妻公相合的感情特別好 而且自己開始行運 所以他那個人可能真的隨口說 還說生離死別 對,如果你說看八字 稍稍一點的 那麼多的跡象也看不出來 那看看他的獎項吧,好嗎 好 我們看獎項,他問到感情或婚姻 你知道就不是婚姻線 但婚姻線也可以看 又畫給你看 婚姻線不是看婚姻的,對吧 是感情有多重的感情 婚姻線也有機會看到 會生離死別 譬如整個婚姻線下垂插下來 他生離死別的機會很大 又或者婚姻線 這樣線尾開叉的 有機會分後各居易地 或者二見不合 是 又或者很早斷了 亦有分開的機會 我自己多數不看婚姻線 我多數看感情線 是 古代的書沒有教的 我看了這麼多年的經驗 我發現感情線看婚姻 比婚姻線準確很多 因為感情線正確稱為心線 心線正確明稱 這條叫心線 這條叫腦線 糟了,這條叫甚麼線 心靈線 心靈線 心靈線有另一個名字嗎 不記得了,應該是心靈線 原來心線真的看過心 心線斷了,即是心碎 心碎是失戀的記號 所以我發現感情線中間有缺口 分手機會大得很重要 這條缺口幸運 因為感情線 這裡叫合格的長度 如果這個缺口 萬一真的分開 有機會就很老了 有機會成為45、50之後 但希望這條線 因為這條線 本身沒有分開的線 也頗長的 是… 所以其實分手機會 也不太大 我剛才綜合了八字 機會就減少了很多,對吧 是… 她說好像說生離死別 對… 其實我們看上去 通常女人兩拳很高、很大 或者有很多雀斑 才有機會 老公身體不要過身 這個情況 直接看到婚姻45之後 有生離死別的機會不太大 因為剛才看八字說了 45轉大 一生人最混亂的時候 對 容易感情變化、住屋變化 事業變化 不過沒有顯示 她一定要生離死別 對,不用那麼擔心 對,八字顯示 她的性命也不錯 挺好的 45之後20年運